渐行渐远的友谊 都是无意识的告别 大家好 我是悠悠小姐姐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段 渐行渐远的友谊 我们该如何是好 有些人相遇相识相知 一起闹过哭过笑过 到最后依然离不开离别的事实 仔细回想 身边有不少的朋友 态势很清静 最后渐行渐远 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好可惜 一段好的感情 友谊就这样渐行渐远了 那些渐行渐远不是感情 而是价值观 也是因为 彼此的人生轨迹不同了 有了新的圈子 大家逐渐成熟 思想观点都有所不同 每个人都朝着不同的方向成长 但多少人有去想过 如何不让这段很珍惜的友谊渐渐远去呢 面对远去的友谊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反思自己 任何人的离开一定是有原因 所以当你的好朋友渐渐与你疏远时 一定要及时反思自己 有没有哪里做得不好 惹对方不舒服 或者有什么误会没有解开 把原因找出 彼此把心结摊开 及时解释 说不定还能挽回一段友谊 寻找新的朋友 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是不可替代的 现实不是小说电视剧 学着渐渐淡忘那段友谊 寻找到新的自从道合的朋友 就算你们一起经历过很多 有很多的回忆 可是亲爱的你 人总是要向前看的呀 未来比过去更重要 将他的特别关心删掉 如果疏远真的已经不可挽回 那就删除掉 对他的特别关心吧 从此 只说各自好友列表里 静默的存在 你要知道 成年人的世界里 所有的离开 都是不动声色的 不会有巧闹 也不会有体见预告 你只能学着去接受 这突如其来的改变 定时 继续问候 我们俩不再像以前 那么亲密无间 可能 你会很伤心 但你要清楚 你们俩并没有闹发 就算从闺蜜的位置上 离开了却依然是故交 逢年过节 或者在对方生日时 及时 送去问候 学会祝福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心理 你离开了我 那我就希望你过得不好 至少比我差 其实这种想法是很不成熟的 或许人家突然的离开 给你造成了伤害 可是他并没有犯什么大错 不能因为人生的舞台上 有人提前离场 你就愤愤不平 学会祝福 伤害过你的人 是一种修养 寻找共同的朋友 如果实在不解 实在愿难平 想知道一个为什么 那就去找 你们以前共同的朋友吧 从他们那里去了解 看看能不能问出 什么原因来 不管谁对谁错 自己心里明白就好 不求能和好如初 但求能问心无愧 其实生命就是常旅行 在旅途中 可能会出现很多人 但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即使是那些你曾经认为 会一辈子相伏相伴的人 也可能会在下一个岔路口 离你远去 我们应该学会识别 谁是能走很远的朋友 水又是瓶水相逢 泛泛之交 学会感恩所有的遇见 也释怀所有的遗憾 好啦 谢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影片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记得要关注悠悠小姐姐 打开小铃铛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帮小姐姐给影片点个赞 分享 让更多正式友谊的朋友 看到这个影片 希望可以挽回 多一段践行 渐远的友谊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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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